灯巴巴和张力爆发冲突前,到底发生了什么?四张动图为你一一解析近日,在上海深花客场挑战长春亚太的比赛中,深花外援灯巴巴疑似遭到亚太球员张力语言侮辱,愤怒的灯巴巴直指张力对他进行了种族歧视语言侮辱,而张力却识口否认,他表示自己英文并不好,有关种族歧视的单词他并不了解, 他只是用中文骂了一句国骂,那么灯巴巴为什么会突然失控?我们对这件事的整个经过做一次梳理,其实在比赛中,最先与灯巴巴有身体接触的是亚太球员谭天成,比赛第76分钟,当时两队一比一战平替补登场的谭天成,在争抢投球的过程时高高跃起, 而此时他身边的灯巴巴在移动过程中,将高高跃起的谭天成撞翻,随后谭天成身体失衡,身体几乎横着重重的摔在草皮上,随后张力立刻跑向裁判,抗议灯巴巴这个危险的动作,此时,让人意外的是,撞了人的灯巴巴却骂骂咧咧的朝着张力冲了过来, 从当时的慢镜头来看,这肯定不是什么文明用语,之后张力也发火了,两人开始互喷,不到几秒钟的时间,曹云定,主裁判黄叶军,还有亚太外员佩西诺维吉都赶了过来,他们应该能挺清楚两人对好了什么, 虽然队友们都围上来试图阻止这次冲突,但此时的灯巴巴似乎已经接近失控,他甚至对着张力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,并不停地大声质问,而张力不甘,示弱,持续用语言回击,随后愤怒的灯巴巴双手揪住张力的衣领,开始推散,最后各自赶上来的多名队友才将两人拉开, 裁判对二人各出示一张黄牌,这场冲突才得以平息,赛后灯巴巴对深花工作人员表示,张力一直对他不停地说You black,You black,这才让灯巴巴火冒三丈,而张力则向身边人透露,他当时确实骂人了,但绝没有种族歧视,只是一句普通的国骂而已,他表示,自己英文并不好,有关种族歧视的单词他并不了解, 而且当时双方队友和裁判都在场,都可以清楚地听到,有个细节不得不提,两人在发生冲突后,同是黑人球员的亚太外员伊哈洛,听到灯巴巴解释听到灯巴巴解释后,满脸质疑地看着队友张力,从他的眼神中,我们或许能读到些什么,目前双方已经出席中国足协召开的听证会, 两人发生冲突的过程中,张力到底有没有涉及种族侮辱的语言,相信不就就会得出结果,关注头调好足球冲击波,有态度有温度的足球报道 、请不吝点赞,订阅下来的关注,并且订阅下来的语言和听语言、转发生冲突的过程中,